诗篇第34篇第22节 要说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犯透靠他的必不知定罪 我们今天将会看这一件事件 看看大卫在面对这一件有趣的事件当中 可以教我们一个什么的教训 而实际上这个教训可以说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亲眼见过无数跌倒的人 我说的是跌倒的人 都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教训 而大约因为拥有这个内涵 他成为神的仆人 他成为一个完全依赖神 依靠神 甚至依靠神为他伸冤的一个人 我们尝试看撒母伊记上第24章 所记载的这一件事件 素罗追赶菲利斯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大卫在引基底的抗野 素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 宿令他门往野洋的盆石去 寻找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刀撩老婆的羊圈 再拉里有洞 素罗将他大解 首先我心里知道 圣经不是一本故事书 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事实 宿罗在他这种疯狂去尋仇 疯狂去杀害大卫的情况下 始终他是个人 他都需要去解决 但是问题 他选择去厕所的洞 不是普通洞 是一个大卫和他的军队 拉了进去的洞 而他就在这个洞里面去大解 如果你讲起尴尬 我相信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没有什么尴尬得过 就是你在你的敌人面前去大解 所以我想你知道 如果我们得罪神的话 你人生就真的出仇了 神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 将你的荣耀去夺去 而事实上在这一刻 却是大卫的一个试验 让你亲眼见到大卫的品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多年里面 我亲眼见过很多人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 你试试让他捉到 他敌人的痛脚 那一刻你看他会做什么 如果你问一百个 通常一百个都说 他一定会下毒手 当然就是除了一些真是爱神的人 所以在这一刻 你会看到大卫身边的人是怎么说的 因为第三节继续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动里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见不见呢 他们是一帮战士 他们是一帮打仗的 而事实上 现在蘇罗带着整帮兵来 还是打算杀他 如果对于任寒来说 一百个 你问他 一百个都会一定下手去杀蘇罗 明白吗 而我想你知道 这个就是这么多年里面 我见很多人 当神一给他们有犯罪机会 他们就会给自己藉口 我见过一些人 直接说 神带领我去犯奸淫 带领我有婚外症 是神恩征的 神恩征我犯罪 神恩征我离开神 神恩征我离开教会 很多时候 神是让这些机会 在那里面而出现的话 他们就立即拿着这些机会 去认证他们应该犯奸淫 去认证他们应该规空供款 去认证他们应该 去对他太太 或者对他配偶不忠 去认证他犯罪 就如我所说 每一个跌倒的人 都没有学到这个教训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试验 看我们是不是纯全 在这里你会看到大卫身边的人 他跟他说 你看看 神岂不是认证我们要杀他吗 神要我们杀了他 他看是神的 他看是一个认证来的 我相信 这个大把人的戒气壮 因为素罗不是万骂大卫 不是 他是追杀他 如果被他捉到 他一定会把他杀了 一定 所以你会看到 有大把借口 有大把理由 大卫其实可以在这一刻杀他 但是这个小插曲 就让我们看到 神为何用大卫写诗篇 因为大卫真的说得出 他做得到 他写得出这些诗篇 他真的有这份信仰 而让我们学习 就是原来很多的王者 如果我们下下去找证据 找机会 找印证去犯罪的话 你是一个王者的话 你是一个有祝福的人的话 你是一个有很多 选择机会的人的话 你一定会找到机会 因为在我们面前 根本我们将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们当为印证 就好像夏娃 他看到这个分别善恶书的果子 他可以当这个是印证 印证他可以吃这个果子 就好像这里 大卫可以选择杀素罗 还是不杀素罗 但问题是 如果开门为印证的话 就是不用说了 是吧 因为原来当我们成为一个领袖 当我们在神的祝福底下 我们有更多的钱 我们接触的人更加多 我们祝福的人 辅导的人 或者辅助的人更加多 无论医生也好 无论是金钱也好 权力也好 又或者甚至有机会 抓住人家的痛脚也好 我们如果下下都说 这个是印证 印证我们犯罪 印证我们去做 我们喜欢做的事 要印证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 想走的方向的话 那么多年 我见所有 未学过这个功课的人 每一个都跌倒 无论他在我眼前是个全职也好 信徒主十年二十年也好 他们多数都会找这个 做他们的借口 他觉得 祖子这些人说 神将这个机会 交在我手当中 神印证我要他这样做 但是你会看到 在他们拿这个做印证之前 其实一早他已经将神的话语 顺传正直 对神的忠心和依靠 已经抛诸脑外 诗篇第三十四篇 第二十二节 夜和话 狗属他博人的灵魂 犯投靠他的 必不自定罪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内心期待 在内心期待 与你相见 撇起逐世心线 抛开挂烟 前来旦闻徒告 让我靠到你身见 传将我心交托在团上 诚恨意将国人奉献 离开世间的恶恋受恨 逃将爱心每日光尽 全将照着的教导行公义 参找我主人道 定主差点 上已靠主 上讨告殿钟 全将遂与气息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